巴拉拉 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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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寵愛百分百》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胡攘軒 上一節節目中請到寵物攝影專家鄧小姐和我們聊聊天 今次繼續請到你上來 歡迎你 其實在上次跟你聊過時就有很多動物攝影的技巧 甚至如何教大家如何吸引動物的注意 甚至叫他們做一些比較像人的很漂亮的姿勢 今次我們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很漂亮的作品 例如上次有一些作品在不同角度上都拍到他們有不同的影子 其實如何吸引到他們去做這些動作呢 其實我們先講講角度有什麼不同的角度 通常動物是比較矮的 通常牠是在地上站著 跟我們人有段距離 所以如果你拍得一隻狗是正常一點的東西 其實人要趴在那裡 趴在那裡就跟牠的同一個眼線去拍 那隻狗就會正常 即是等於人我會拍著你的樣子 這個就是一般拍狗應該要做 所以拍到也要趴地 趴在那裡 趴地 或者用相機等在地上跟牠拍 但當然除了拍到正常角度 是否不可以高不可以低去拍 也不是的 你可以拍到不同角度有不同的效果 舉例如果我們是用高角度拍到牠 那你當然要叫牠 惡官婆看著你 即是叫牠叫牠的時候就叫牠 喂 起碼牠是看鏡頭的 這樣就不是拍背 也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你是用低炒 即是低過牠的角度拍上去 牠是很英的 可以逛逛的感覺是不同的 這些不同的角度去拍 但當然是比較不是那麼理想的 就是真的你站著拼命 相機向著地上拍牠 牠走來走去 那你就只是整個拍了牠的背部 那些照片又不是那麼漂亮 如果整個角度拍到那隻狗很低眉 或者我們也有些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看一看 我們之前鄧小姐有一些比較出色的作品 這隻就是蟲鼠狗 你看這個蟲鼠狗其實很小隻 就是蟲鼠狗 你可以看到拍照的人 就已經差不多是趴在地上拍牠 簡直是這樣 枕在地上 枕在地上跟牠拍 你也可以拍到後面的地都是層次地去 例如你舉例你真的站著拍的話 那牠就可能拍到牠的背部一堆毛 這樣拍的時候 通常見到牠們 你也知道狗仔都會到處看來看去 其實那個感覺要捕捉牠們那一刻 你真的可能要長時間地躺在地上 是的 都要的 其實你拍動物是一個很… 很… 很一個漫長的時間 很漫長 那你拍一百張中間也有幾張得掛 那你回到牠們可以再選擇 或者可以看一看另外一張 剛才有說 怎樣可以高角度和低角度 甚至乎是牠的眼的水平拍到牠的時候 就是看一看 有一隻狗仔的英姿 這一張你很擺明看到 就是… 因為這隻狗仔我們就是 浪了上去一張膠外的餐桌 木桌那裏 那就是眼層 那當然你浪高了 你的人就未必一定要躺在地上拍 總之是跟牠們保持著一個水平的角度拍過去 那你就覺得牠們很正常 就是很正常地坐在那裏 那這些就是比較正常去拍動物的照片 然後就是另一個角度 這張就是高角度地拍下去 不如牠們站在那裏 這張照片簡直是牠們站在那裏 那牠的額頭就看上來 那其實這些照片 如果牠的頭是低下不看你的話 那這張就是一張很失敗的照片 就是不我 但牠們看上來又有另一種感覺 就是這些 然後就有一張就是在那個 這個就是低炒 低炒 對 低炒 明顯相機比狗低 那你拍上去的效果 你又拍得牠很英 當然這就是歌機 本身的樣子也很英 那你視乎你想要一些什麼的效果 但當然拍上去什麼效果 你也要視乎你的狗是什麼狗 是什麼品種 有些狗的品種是較弱的 就是樣子是嬌嬌的 那你又不用拍到那麼英 對嗎 拍得牠一下 但如果你那隻真是狼狗 甚至用低炒面上去畫 就這樣 會有英姿 對 沒錯 很重要的是你拍攝的時候 你想要那個什麼效果 通常在拍攝這些狗的作品的時候 或者怎樣去引起牠們的注意上面的小技巧 甚至乎他們的動作 甚至乎他們的一些表情 甚至乎用一些物件去吸引牠們的轉意 或者貓、狗 其實通常都是一些物件 其實呢 拍攝動物呢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除了說牠本身動物的個性問題 之後呢 我覺得是 訓練隻狗是很重要的 那其實我們是不是跟牠拍照也好 其實作為一個養寵物的人 其實我們都不斷鼓勵一些人 是要跟隻狗有訓練的 不斷守規矩 或者各方面 會定一點 不會那麼隨牠所用 即這個社會不可以隨牠所用 那如果你隻狗是有訓練過 你是叫牠聽的話 那牠擺姿勢便容易很多 那如果牠真的不受控制的話 那我想你找什麼人 牠都意義不大 根本就不受控制 那如果牠真的乖 平時都很聽話的 你叫牠坐牠便坐牠 你叫牠坐牠便坐牠 或者牠坐牠便坐牠 那我想是容易很多 那當然你雖然說容易 你會訓練過牠 但是始終動物就是動物 牠會比較野性 或者基本上一些 例如假設你自己是牠主人的話 你叫牠看鏡頭 牠通常都會比較容易 是 或者如果牠喜歡玩 你可以出動一些道具 道具 譬如狗仔 我們通常會引牠 狗仔喜歡咬東西 譬如我們可以拔這塊東西 讓牠咬 這塊東西還有聲音 譬如牠咬著這邊 牠咬下去就會這樣 那牠自己可能就很有趣了 牠會覺得主人在跟牠玩 在玩的時候 你可以在拉扯之間 扯得那麼長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牠拍到 或者牠可以訂到一些 成果 或者你一拔走這塊 你就可以跟牠拍一些相片 對 總之是有些 但不會走掉 或者牠甚至會令牠在面 不理睬你 起碼牠不理睬你 也只會理睬玩具 那是 可能牠們會比較貪玩 對 這樣會有些 或者除了狗之外 其實是貓 貓就是多數我們會拍攝室內 通常貓基本上是失望貓 但當然你帶到貓出去拍戶外 就非常漂亮 但通常基本上 一般來說貓都是在家 但如果貓 有時有些貓 其實所有動物 你會視乎他們的個性 有些貓你真的 推牠也不動 是一劈毛地坐在那裡 可以坐十個小時 但有時貓就很喜歡一些 會動的東西 例如舉例這些繩子 這些這樣 牠如果你在牠面前 搖兩搖 牠就會很開心去追著牠 牠一定會站起來 甚至有些會整隻撲高 就會有多一些動作 其實這些屬於我們都是引貓 其實引貓是多的 除了這些東西動一下動一下 顏色 或者這裡 即牠比較喜歡一些 對 有顏色 或者有一點聲音 例如這裡 有一點聲音 當然這個很響 牠越響越開心 這些對貓來說 牠就會很… 很著弱 很著弱 非常著弱 這次我沒有帶來 其實有些比較肉酸的道具 就是老鼠 很逼真的 做到很逼真的 很逼真的 很逼真的 如果一拼過去 哇牠很厲害 不斷在那裡玩 牠就會追追老鼠 牠就會有很多 你平時會看到 因為貓的動作是很漂亮的 如果你有這些動作 當然你會很快 拔走老鼠 要不然你會拍老鼠 有這些道具 他們就是… 這些叫小道具 至少 但其實最簡單 其實有些就是 真的是牠聽話的 嗯 除了道具之外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 叫做裝飾品 裝飾品 對 譬如我們等盤花 等盤花 等盤花是假的 否則你多多不夠 摧毀了它 很快摧毀了 其實我們也有一次有個經驗 就是我們試過拍一對金目 就想等兩瓶香檳在她面前 有生日蛋糕 想說慶祝生日 結果我們很快就拍完之後 幸好很快就拍完之後 一瓶香檳已經爛了 即很快就已經被牠 對 已經被牠摧毀了 蛋糕被牠摧毀了 但是很快 所以拍照要快 很快的 幸好也拍到 或者可以看看 剛才說 用一些道具去引小毒物的時候 有些作品 譬如我拍貓的時候 好像剛才 D.D. 鵬鵬 對 棒棒的時候 牠要怎樣想把大家引發 我看到用棒去引小毒物的時候 吸引他們的注意 lers 之後便會ikuff 很快 就可以拍攝 induced scan 是這裏 忍衣衣衣衣衣 忍衣衣衣衣衣的 但是很快 但是很快 好快射手 再 OL 這個就像剛才用毛毛的有鈴鐺的引誘 對 引誘它 引誘完之後 突然間它竟然可以擺出這樣的姿勢 它們兩隻貓是同時做了這樣的動作 之後會怎樣的 之後它又可能會變回別的樣子 而且很快脆它又會不同的樣子 而且所有相片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不可能我一定要求它 就像剛才那張照片 大家看這邊我看那邊 其實是沒什麼可能的 你真的隨遇而安 它有什麼漂亮的照片 你不斷按 在中間看看你有沒有很幸運 拍到一些好的作品 對 沒錯 我們聊到這裡 小燕優先一會兒 繼續回來寵愛百分百 各位 bien 我是龍 andra 我們今天今天看到了 當地走吧 那回來 我們今天今天是這麼有成功 是天的 的 有什麼就是生日 我們今天就是很生日 我們今天就是下一個 到了 這個大件事 真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就是 我們今天是 非常好 你還不跟著你? 在電台上任何音樂人都見過 很多大人物都访问过 现在我准备了这间会客室 访问我的一班好朋友 每集他们都会和大家 讲一下近况 聊一下心事 想知道如何享受优质生活 安琪会客室 约定你准时见 优质节目带你了解生活 享受理想生活 健康饮食 高消费娱乐 金融财经 时相潮流 品味消咸 医食住行 吃喝玩乐 应有尽有 还有原学宗教 宠物护理 名人专访 啟发你的思维 扩阔你的视野 一个真正享受优质生活的频道 由Aplus开创 继续回来《宠爱伯伯伯伯》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胡亚轩 继续请来就是动物摄影专家 邓小姐和我们来聊聊聊 上次也有讲了很多关于 动物上如何吸引他们的一些道具 甚至在他们的表情上 要如何去捕捉他们 以及各方面的一些技巧 其实拍一张漂亮的照片 其实那个光线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 就是在那个 用到我们的摄影工具上 其实也很重要 那个闪光灯 对啊 那些朋友们都好像说 如果你说闪光灯的话 究竟是 比如说要怎样去帮他们打灯 为之叫做漂亮呢 就是通常有些朋友就说 会不会好像拍人那样呢 是不是真的跟拍人没有很分别 就是那个智光灯都要对着它 其实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 其实我想我较早前 我都曾经说过 其实我们是拍动物 我们应该是尽可能用自然光的 就是避免用闪光灯的 但是又有些环境 你是无可避免是 用就黑黑黑黑的 我们也是要用的 其实用闪光灯是有很多技巧的 其实如果用闪光灯 其实因为动物来说 它的眼睛比我们人更加敏感 就是如果它拍照的时候 如果用闪光灯 你这样直射它的话 直射着狗 那只狗眼是受不住的 而且光线也是会硬的 当一个光线是兜口兜面拍过来 因为闪光灯 如果你这么近 来拍一只狗 它的光线也挺强的 但是通常来说 如果是最好 如果你在室内有顶的 有地方给你折射光线 你就逐称叫打巴士 打上去的屋顶 再散下来 但是如果你说 有些旁边有部靓墙的 你便另一个对着墙 再打过来 但是当然 如果这些招数 如果在户外空旷 没有地方给你去复射 你就没有可能 你也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之外 你也是要直射的 但是当然 因为如果在户外入口 直射也未必是这样 因为有其他光线 那个伤害或是光线 就没有那么大 是OK的 接手的 即是狗狗的适应 那个光线的能力 就会比较好一点 是的 好一点的 或者我们也有 几张比较漂亮的相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像教授之前 我们有欣赏过的 一款比较漂亮的歌肌 他在拍一张相片的时候 说到光线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看看 咦 这张相片都黑了我 其实这张相片 你说黑了我 其实你也看到 这张相片 歌肌后面旁边的毛 是否很精亮的 是很光的 其实你看到背部 其实光线完全在 它后面的背部 的一个側光射去 它背部 所以你看到 底下的一点点白光 都是因为这样的斜阳 拍到很漂亮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环境 但是无奈 因为真是背光 背光前面就黑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环境 我们就应该用闪光灯去补光 补前面的光 补完之后 效果完全不同 补完之后效果又是怎样呢 就可以这样了 是的 是否完全不同 是差很远的 但其实你看这张相片 如果你看到 你仍然会看到 它的背部是发亮的 是 效果是不是很漂亮 是一种发光的感觉 但它前面也是很光 去看到它的样子 这张相片是非常之效果 是很漂亮的 其实对于 它们可以这么乖地 站在这儿 让你们长时间 去拍到这些漂亮的相片 其实在训练上 其实在训练上 和吸引它们的技巧 都是很重要的 是吗 其实训练它 正如我刚才所说 任何狗 猫 都应该要训练的 是一定要训练的 但是 虽然训练是很重要 但我觉得 你也要训练它每一只动物的品种 它不同的角色 其实狗 除了每一只动物 每一个品种 它都会有特性 譬如有些是乖的 有些是跑的 有些是很静的 即使同一个品种 它都有不同 譬如有些真的静得很静的 有些都是很静的 活躍一些 甚至那些年轻的狗 亦都是活躍一些 年纪大的动物 亦都是会淡定一些 是的一定是这样 所以我们拍照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要凍息了那只狗 即是那只动物的皮性 如果它真的很喜欢 动来动去 你就遇到它 其实它喜欢动去 其实无妨的 你拍到它动去 如果它真的很软皮蛇 我们首先叫懒惰到不得了 那你不应该是懒惰到不得了的样子 但可能镜头就不太多了 那就是很重要的 而且你还要拍照 看看是否你主人 不是你主人 不好意思 是动物的主人 那就是说 如果你是它主人 就有异性 但如果你说我帮人拍照的话 有一件事我想提一下 一些摄影师 即使是你自己的狗也好 如果你过分要推它 做一些动作 你小心它发脾气 即是会不开心 即是发脾气 发脾气 或者咬你 即是真的有没有试过这些案子 有没有试过 每个 但同样来说 如果你拍那只狗 不是你的狗 你去帮人拍 或你是一个摄影师 所以别人叫你帮我拍狗 你更加要小心 为什麽 你的摄影师对狗 是很陌生的 所以如果你过去搞它 它真的会咬你 所以我始终保持距离好些 所以我建议 别人拍照 我建议用中场镜 我是不会很建议人家 用一些感觉镜 去摄影 去摄影 除非那只是你自己很熟悉 很什么狗 但是始终你可以 有几样东西 就是说 还有一样东西 你应该 如果狗始终相机会有声音 如果一架大机 又很小机 你有一架东西摄影 那只狗始终会害怕 猫也会 它会觉得有侵陋的感觉 如果你用中场镜 你可以来远一点 和它拍摄 起码的声音 不会太触碰它们 而且起码不会有 舊东西摄影 在我面前 但是当然 如果你说我家里 准习惯你 要么你就训练到 动物很习惯你 你这样摄影 我都不怕 那又是另一回事 还有 如果那只狗 你是不熟悉的话 你用中场镜 起码保持距离 即是有保险安全 没错 如果它发起脾气 都不容易咬你 动物始终是动物 你很难担保它 不会突然心情真的不好 这些都是一个技巧 即是真的 你怎样熟也好 你都要保持它 不要让它看到你 在拍摄了那么多 动物的生意里 其实有没有一些 比较难忘的经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例如猫仔 狗仔 但难忘经历真的很多 有些狗真的不受控制 例如去到户外 尤其是小狗也好些 如果大狗 有些是属于奔跑型的狗 好像猎犬那些 你去到现场 你一放了繩子 就不见了 是 即是脱了 吃猴子 那你就不见了 这些是很难忘的 他哪里找到狗 亦都有一些 譬如夏天去拍 有些狗 15分钟之后 它已经伸了你 很热 很热 那是拍不到 主人都心痛 不行不行 它要躲起来 所以我刚才会说 要快 要快打慢 你掌握 我试过有一次拍一张 我有个同事拍 不是我拍 就是说 他真的拍了5分钟之后 那只狗已经不行了 幸好我们5分钟之内 都能选到照片 都可以选到一些 可以的照片 你真的要视乎 很多这几个 譬如猫 我们也试过有一次很好的经验 例如有些经验 就是说 他来到完全不动 你等了他上去 我们报好报警 有张桌 等了他上去 他就陌在那里睡 閉上眼 他又不是睡 他只陌在那里 然后就閉上眼 懒睬你 你出动老鼠也好 出动这些猫猫胖狂也好 他不理你 他不理你 他是閉上眼 很高斗 是很高斗 你仍然是看他閉上眼 即是怎样撩他 他也是 是的 这些 也有些活跃到 譬如有些动物 好像影楼 其实他是害怕的 一去到这样的环境 他会害怕 陌生 他会很害怕 可能你一拿 在龙子拿出来 等他上桌 他就会躲到梳化底 拿去报警纸 譬如我们是一个影楼 譬如有些报警纸 他们会在上面跑 只有一只叫飞天猫 我们就是沿着影楼的顶 奔跑了几个圈 这么厉害 然后就伏在上面 不肯下来 结果是他的主人 很辛苦地去找到他之后 就立刻说 不行了 不能再放他出来 即是什么情况 我们都有遇过 是很有趣 甚至乎肉酸 有些猫 一来到害怕 他会失禁 即刻又要走 要清理 要清理 异常 他都不能拍 因为 通常动物 如果到了陌生环境 他会有这样的可能 现象 所以我们 什么都要有心理准备 所以你和动物拍照 也都 如我刚才所说 要带水 带梳 带毛巾 所有要护理 他那些 要护理他那些 也要带 例如你出外 更加要1500元 对 那个罰款 大家都很怕 1500元 现在我们也做一个 手法的主人 也不能弄髒的地方 所以我就是说 你带一个图片 出街 你已经带很多东西 对不你带一架 石头那么重的相机 或者有些东西 再加两支镜 再加闪光灯 简直就像搬家 那样去 你自己想想 你可不可以承受 所以这个负担 就是基础 对了 所以你可以在相机 之前来说 就是你选择相机 你自己想清楚 你自己 不是金钱的负担 而是你体能的负担 可不可以去揹 那麽多东西 或者各方面 你自己衡量 你说我真的很想 那久不久拍一辑也好 是的 那听到这里 就非常开心 也都是 最后在这里 非常多谢 鄧小姐 跟我们说了这么多 关于 种物摄影的一些技巧上面 究竟是怎样 可以训练好他们 乖乖地去拍一辑 非常精美的相片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下期的同样时间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拜拜